如果假設你有加進來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接到這個 應該可以進到這邊看到這個清單 那一樣你就點這個清單連結 然後再去做播放就可以了 那至於你要怎麼播放 因為現在太方便了 現在好像那個大部分的 只要你的電視 最近才買的應該都有那個Android TV 很方便 你要登錄之後就可以看到這個 你也可以在電視上學習也OK 然後另外的話呢 我們上個禮拜主要就是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問卷結果大概知道 我好像記得大概有一半的同學是選入門的 所以假設你是選入門的話 聽不太懂回去可能自己再多花時間吧 然後另外的話我們再利用那個錄製聚集 那因為我是覺得VPA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就是說有些程式不會寫的話 其實Excel裡面是可以用錄製聚集產生VPA程式的 但是呢 它產生出來的那個程式 有一些缺點 就是說呢 它會提供給你 你可能不需要的那個參數 一堆啦 那怎麼辦 像我的習慣是把它刪掉 可是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留著也無妨 只是說看起來會 程式會變得很冗長 OK 這第一個嘛 還記得吧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 因為呢 錄製聚集 它是錄什麼 錄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尤其是滑鼠的動作 有沒有 所以呢你會看到呢 它錄下來程式 可能你自己寫啦 可能寫一行就好了 但是它可能寫四五行 可能更多 那尤其是滑鼠的動作 它一定會點Select 有沒有 會產生一個點Select的方法 然後呢 底下就會出現呢 有什麼 Selection 有沒有 如果是一個範圍的Selection 如果是一個儲存格 就是Active Sale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 改成你自己習慣的寫法 當然你說老師我不改 也可以啦 就是說那個看起來 當然程式會非常冗長 看起來就覺得不太舒服嘛 所以啊 如果你程式啊 希望看起來有很精簡的感覺 然後看起來呢 又你可以 就馬上可以知道自己在寫什麼的話 那我覺得可能你還是需要了解 錄製劇集之後啊 然後怎麼樣去做一些註解 還有啦 可能要修改一下精簡程式有沒有 所以上禮拜有講到 另外的話還有增加註解 註解也非常的必要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把劇集錄完之後啊 我還是建議啊 你先調理一下 就是說呢 可能最好在那個 每一行程式上方 加上適當的註解 可能比如說我們有 錄了四個動作 你就把一二三四 這樣子把它加上去啦 那你又老師不加 也可以 只是說你將來回頭看 你會完全看不懂 你到底在做什麼 這個是非常非常常見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你真的要把這個VPA好好學習的話 那錄製劇集這個部分 絕對不能夠怎麼講 就是略過啦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急救張嘛 可是最後發現了 有點都學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這些都沒做嘛 你會不會金錢 不會 你會加註解 不會 那當然你將來錄再多劇集 只是會錄下很多的 讓你更困擾的東西啦 因為你看不懂 OK 那當然呢 我個人習慣是這樣吧 那坊間書籍 好像比較少在特別講那個 錄製劇集的這相關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 所有的VPA程式都會寫 但是錄製劇集一定會吧 反正你把動作錄下來就好了 所以錄製劇集可以是產生VPA 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不會寫 因為很多人都不會寫嘛 那不會寫怎麼辦 那都錄製的嘛 而且這個錄製劇集 也是 這個ESEL裡面 有別於其他的工具的優點 因為其他像那個派上 因為我像我昨天是叫派上 派上裡面全部都沒有錄製劇集耶 那不會 沒有錄製劇怎麼辦 全部都要自己寫耶 那怎麼寫 從頭開始 也就是說 起跑點 拍場就要跑得很前面 慢慢來 也就是說 像如果錄製劇集 你什麼都不會沒關係 錄就好了嘛 對不對 就開始了 但是你拍場沒有錄製劇集怎麼辦 你就要從頭 先學什麼 學變數 然後慢慢學回圈 然後可能再慢慢學串列 反正學了 我記得好像剛剛學期大概上一半之後 才開始講 真的才開始講爬蟲耶 所以你說啦 真的如果用Python來做一樣的事情 哇 那真的你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啦 但你說 老師那Python很厲害 那我不否認 它有厲害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的需求很簡單 大部分都要ESEL 那我建議啦 你趕快把這些學好就好了嘛 那你說老師那我需不需要學Python 那就看你自己吧 如果你有時間 還有你有需求 那你可以去學 但是啦 如果你沒有時間 然後你可能也不太想花太多時間 在學程式語言這件事情上面的話啦 那我覺得啦 這個已經算很好了 那你說老師那那Python很厲害啊 那問題是 我自己兩個都教 那為什麼之所以會開這個跟我講過 因為Python爬蟲 我發現ESEL也可以啦 所以兩者都可以 那可以為什麼我還要再多學一個嘛 反正我至少會有 我用這個就好了嘛 那除非說呢 你覺得這個不夠用 那你在學就OK 大概是這樣啦 那上個禮拜還有講到 有關那個樞紐分析表 跟那個樞紐分析圖 那你會發現喔 這件事情在那個什麼 ESEL裡面非常簡單 都圖形化 對不對 可是你說老師那Python 我跟你講 Python真的是 每個地方都是披心斬擊 哇 一大堆程式 OK 也就是說呢 在ESEL裡面 每個動作都可以視覺化 那可是在Python 每個地方都要寫程式 OK 那其實你說做出來 結果不一樣 一樣喔 有沒有 只是說用那個一個套件 叫Pandas 其實就是熊貓啦 OK 那但是呢 它程式語言非常複雜 所以大概是這樣 上個禮拜啦 然後錄製那個刪除欄跟插入欄 所以上個禮拜 我們最後有做了這個動作 就是錄製 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在那個什麼 北市的這個啦 有沒有 然後我們就是刪除 所以我們開發的裡面 應該在聚齊裡面 會有一個叫做刪除欄跟插入欄的 那我有講過喔 你們最後另存新檔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存檔類型不要存錯 一定要存這個啟用聚齊的活躍部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只要有聚齊 只要有VBA 你千萬不要存這個檔 因為如果你存這個檔的話 那就GG了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程式 就瞬間消失 而且再也救不回來 OK 所以之前有同學 遇到這樣的問題 一定要記得啟用聚齊活躍部 那這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 啟用聚齊活躍部裡面有程式 然後呢 上面那個活躍部是沒有程式 所以它的副檔名就差在哪裡 一個是XLSX 那一個是XLSM 這個M的話應該它叫Marco Marco就是聚齊 OK 大概是這樣喔 然後把它存檔 這樣OK 然後你下次打開之後的話 它一定會出現什麼 上面好像會有一個什麼啟用內容 記得喔 你那個啟用內容一定要按下去 如果你沒按下去的話 它也不能work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好像最後是錄一個什麼 錄完之後我run一下 所以這邊有一個什麼 這個黏已經有了嘛 所以就是把它刪除 所以執行 刪除欄 黏就不見了 有沒有 黏這欄就不見了 然後再來就是插入欄 黏再插入這一欄 有沒有 這一欄就出現了 然後呢 裡面其實本來錄下來的程式比較冗長 那你要怎麼看那個程式啊 記得喔 聚集裡面 刪除欄編集 插入欄編集 插入欄編集 所以就可以注意喔 以後慢慢要習慣這個環境 錄下來的去期都可以在這邊看得到 它會有清單 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執行它就run了 那你可以再看裡面程式的話就編集 那編集的話實際上就跑到Visual Basic 實際上就在這裡 OK 然後我這樣把它打開喔 我們來看一下插入欄編集好了 打開就這個 上個禮拜的喔 所以其實插入欄的話 基本上就是先 本來好像大概八、九行 那我精簡完之後只剩下四行 有沒有 OK 應該有印象了 如果細節不太清楚要回去 再把這一段影片看一下 OK 然後 如果你要在那個 哪一欄插入一欄的話 其實喔 將來可能在那邊學會一個物件 叫做Colens Colens的話 實際上指的是欄物件 那另外顧名是 如果列的話就Rows R-O-W-S Rows 那一樣呢 如果你要插入的話 就點Insert 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就點Delete 其實滿好記的吧 Insert就是插入 Delete就是刪除 然後我們這個先插入一欄之後 然後這邊D1儲存格有沒有 就是RangeD1 放一個年這個字 所以把年放進去 特別注意等號其實是 把年這個東西放到前面儲存格 然後再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這個公式 放到這個儲存格D2 然後呢 再把它向下填滿 就是D2這個儲存格 Otofill 然後填滿到哪裡呢 填滿到最下面 所以從D2有沒有 這個儲存格一直填滿到最下面 到D的3681 OK 那這樣RunOK了 不過啦 跟各位講 其實這個程式裡面 還有一個可能 將來會發生Bug的地方 對 沒錯 OK 這個的話呢 其實我常講 每一次上 這個的話就是要追蹤的 我的習慣就是說 我3681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當然現在寫固定 將來如果變動 那一定會有Bug 所以將來我的習慣是 我會從A1向下追蹤 追蹤到的那個就是3681 所以我的做法會這樣 就是 游標放這邊 然後Ctrl向下 Ctrl向下之後就是3681 有沒有 這邊就是停在3681 在這一列 那我就把這個列號取過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 寫的方法 其實就是我把它寫在這一行的上面 假如我多一個變數叫R好了 R等於什麼呢 A1 有沒有 A1儲存格就Range A1 所以以後 我的習慣反正就是 那個固定的儲存格 你就用Range A1 有沒有 游標放在Range A1上面 然後 點之後的話 Ctrl向下就是END 所以你可能要記一下這個屬性 叫AND AND的話 顧名思義 就是邊界 有沒有 然後哪個方向 刮弧 刮弧之後的話 它有上下左右 有沒有 所以刮弧之後 它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 你要 把游標停在哪個方向 那我要向下的話 那就Ctrl向下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 X有當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 從A1 向下去追蹤 所以 追蹤到這裡 所以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會抓到3680 但是我不是要抓3680 我要抓3680 的列 的列 所以 的列怎麼敘述 的 的列 點落 有沒有 列的話 就是列的屬性 列屬性就是叫點落 它就會取得 它裡面的3681過來 那如果你沒有加的話 就是它取得是3680 裡面的資料 OK 所以特別注意 看你要 裡面的資料 那你就不要加點落 OK 那如果你是要 那個列的話 那你就怎麼樣 那你就直接 就再加一個點落 就OK 然後呢 我們就得到 這個結果就會是3681 會傳給這個R 那我把這個R怎麼樣 丟到這個3681 這個位置 那如果我要把R放在這裡的話 因為3681它旁邊就是自串的結尾了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我要串在最右邊的話 那第一個 把3681 delete掉 然後串在右邊的話 就是and and r 然後記得 and的前後一定要空白 ok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所以喔 這個寫法很重要啦 因為 蠻常有同學 常常會問說 老師怎麼追蹤 其實就這樣啦 就是 你就是X 所以啦 我是建議你這個一定要打到熟啦 一定要熟練 所以很多東西 一定要熟練 這個用到的機會非常大 那另外還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我們 那個資料 這個坎出向下 常常中間有空白的話 那怎麼辦 對 不過啦 如果你是有正規化的那個資料表 就是一定編號不可能是空白的 所以如果你要追蹤的話 一定是連續範圍喔 所以連續範圍 就裡面不能是空的 才叫連續範圍 所以如果假設啦 這邊是空的 它會怎麼辦 Ctrl向下 我要停在空白的上一個就停 為什麼 因為它是抓最邊界嘛 沒錯啦 因為這邊沒有 斷掉了嘛 斷掉就不會 所以它得到就是14了 所以 為什麼我一定要是A1 因為A1這個編號 絕對不可能是空的 但是其他欄位 也有可能是空的 有可能喔 所以盡量不要用那個 空的那個欄位喔 OK 不過啦 還有一個啦 因為之前常常同學說 老師啊 我們資料就沒有那麼正規化啦 反正我們就隨便輸入就這樣 然後我們資料就是 有的有的沒有 好啦 不過啦 最好還是正規化啦 那如果假設啦 如果真的就是遇到這種狀況 比如說可能有幾個沒有的話 那怎麼辦 你說老師那不對 我這樣Ctrl向下 那就停住了 怎麼辦 其實喔 還有一招啦 就是 不然你乾脆這樣啦 你從下面往上總總對了吧 從下面往上 欸 下面往上的話呢 也是可以追蹤到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實在是真的 這個 理論上是由上往下啦 他如果假設啦 假設你這個資料就是 怪怪的喔 就是沒有符合標準化的 那個資料的話 那很簡單嘛 我們一樣呢 從最下面往上 所以最下面的話 是104857 1048576 對不對喔 然後呢 那點end後面的話呢 你這個地方就刮虎嘛 那你怎麼樣 你不要 向上嘛 像 那是向 從上往下嘛 那我們現在是由下往上 對不對 可以啊 怎麼不行 你說Excel up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up到的一樣是 什麼 3681的嘛 所以點落 這個一樣點落 這樣OK的喔 但是啊 不過還有同學說 老師那個104857這個數字 我記不起來怎麼辦 嗯 你可以打一個很大 但是你不能打超過1048 因為這個超過他就壞 他就找不到 喔 不然的話你記得啦 Ctrl向下不是OK Ctrl向下 有沒有 Ctrl向下一定會停在1048576 喔 啊這個數字因為我講了非常多次 所以我已經很熟 嗯 大概是這樣啦 向上 可是還有一個狀況啦 欸 因為舊的版本有沒有 像那個Excel2003 我不知道現在應該沒有人在用 但是我難保還是有 就有公司還是在用Excel2003 那你就是65536了 所以Excel2003以前的齁 他最多列數就不會是104萬 而是6萬多 OK 那如果這樣怎麼辦 到底是哪一個格式啦 你就要自己 啊實在是不OK的話啦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齁 這個地方還是變一個 這個是可以查得出來 那個查的話喔 變成說你是要用什麼 欸用那個 用物件 Rows有沒有 Rows指的是列物件嘛 然後裡面它有個屬性叫Row Count Row Count的話呢 其實就是等 就是幫你把那個總列數算出來 那就會得到啦 所以其實另外有一招啦 如果假設齁 你實在是 要讓它 根據不同環境也可以的話 那就是A後面的話 就是加了End什麼 先這樣吧 先串 等一下再空白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就加一個Rows 點Count 這樣也OK啦 那得到的話呢 一定也是1048576 然後再跟A串在一起 那就OK了 好啦 大概這個後面是補充的 所以如果標準的話是 那個A1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有興趣同學 自己再試一下 就是A1的話呢 我們剛剛比較標準是 XL Down 然後呢 點Row 好啊 這個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上個星期的部分 這個列息再試著做做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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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啊 好啊 谢谢观看